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4号,韩国两所大学发出公告表示 9月19号公布的爱卜10月6号校庆舞台出演被取消了 我们学校收到了经纪公司的通知 因为爱卜成员的签证问题 不能进行以预定好的10月6日公演 对于期待爱卜舞台的学友们真心的道歉 因为只是看学生会声明的话 是经纪公司在校庆两天前突然取消了预定好的行程 所以包括盖大学的学生们 很多网友们也指责爱卜的经纪公司 但是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 专门制作诽谤造谣艺人的YouTube频道 在最新的影片表示 是因为目前在海外的抢王娘签证问题 所以爱卜才取消了行程 而不只是最新影片 他在最近的四个影片 也都是在造谣诽谤抢王娘的影片 总之因为这些影片 所以真的被带风向的人 以及本来就不喜欢抢王娘 不喜欢爱卜的黑粉们 假装被带风向后开始严重的指责抢王娘 不过爱卜的经纪公司也马上发出声明表示 有关10月6号的大学校庆 我们只是收到了出演邀请而已 之后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协商或者是合约 所以在没有确定任何事项的情况下 公开了出演名单 公司在确认出演名单后 有及时要求下架名单 但是也没有被反映出来 在经纪公司的声明后 大学学生会下架了声明贴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学生会怎么会说谎说 因为签证问题而取消呢 还不如会说是行程问题吧 百分之百应该就是经纪公司 因为签证问题而临时取消的 我在YouTube看到 确实是因为抢官娘的签证问题导致的 然后因为不是首尔的大学 所以没有觉得很重要吧 一般来说 就算排除一个人也会进行行程的 所以我还那么为什么会在两天前取消 原来出错的是学校那边 幸好公司早点发出声明了 公司声明后 学生会下下的贴文 应该就是中间的代本公司出错了吧 背骂的Iva好可怜 就是因为Iva太红 抢官娘太红 所以肚子疼的那群人才会这么疯狂 肚子疼 Payaputa是韩式说法 就表示非常嫉妒 嫉妒到肚子疼的意思 不过不觉得很好笑吗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被一个影片带风向 一起去骂抢官娘或者是Iva呢 肚子疼的话上厕所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中指的Blackpink激素 在亲社会 激素向粉丝展示戒指的时候 不小心比出了中指 啊笑死我了 超可爱 自己更被吓到 看颜色的激素太可爱了 但是激素的收支也太漂亮了吧 不过真的很奇怪 就真的能那么不小心 对粉丝们比出中指吗 对白的激素太可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